王永宏从江西闯当京城,又从京城避走港岛,一会儿26年,偏偏少年都会暗不明。 8年前,他的中宏股份皆可上市,已在京城折腾十几年,从加油下逃得第一桶金,又冒险杀入地产业的江西小伙,凭借热卖的北京像素楼盘,一越成为京城房企新贵。 8年后,中宏股份被勒令退市,成为一元退市第一股。 2018年,是王永宏的危机,雨自就年,年初资金危机爆发后,王永宏远赴香港,先被影子华荣,中国港桥支援。 然随着老乡,华荣赖小民在4月份落马,希望落空,此后,王永宏先后又求援于新疆加龙、加多宝、安徽活子集中支系等。 若干富豪,前客及资本大老在幕后隐隐若现,但危机身中的中宏股份已来就起。 11月8日夜深交所决定让中宏股份退市时,这加上市公司市值仍有62.1亿亿,但多达77亿巨额战无败偿,而王永宏所持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 危机,起码从表面上看,王永宏的麻烦一开始只是缺钱。 去年12月,中宏心下这将新期世界影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债务利息违约的消息最先付出。 尽管中宏很快全额还上了上述利息,但此后一系列连锁反应不断。 中宏的资金风险长后就此暴露。 楼市的春风能让王永宏600亩装甲地上干起来的北京像素一夜爆红,带来50亿收益。 强控政策也能让王永宏的高端商助项目绿码帮滞销,大量业主退房。 海南的项目又继续却上加双,中宏的海南如意岛项目,因非法填海被罚款3700万,直接导致中宏在2017年度尽利润出现3733万元亏损。 紧接着到年底,如意岛项目又被海南省政府实施双暂停。 2017年中宏股份亏损达到了25.11亿,中宏股份在年报中,直言自身经济紧张。 鉴于公司目前的资金紧张状况,且已有大量的债务本息于区和诉讼,仲裁事项未能解决。 2018年度公司的重点工作是寻求重组,和采取各种措施自救。 尽快渡过南关,王永宏远赴香港,说到早前,王永宏最先想到的自然是江西老乡赖小民。 恩主,王永宏的江西老乡里,有王林耍舌,祝其借壳上市,越升为江西首富,也有拉小民爽快兼援救其余学活。 很快,与黄荣牵涉破身的港桥出动。 2018年3月19日,钟宏卓彦,王永宏,深圳港桥签署战略重组协议。 深圳港桥发起,200亿重组基金,又与钟宏集团重组,帮其盘活资产,偿债。 一个月后,拉小民落马,王永宏重组冒遂。 2018年5月27日晚间,钟宏股费发布公告称,由于该公司控股股东钟宏集团未能与相关债权人,就常着安排及重组事项达成一致。 钟宏集团,是控人王永宏集团巧投资于5月25日经三方协商一致同意中至该此重组事项。 拉小民一直是王永宏的资金后援。 华融信托2016年9月,以此信借给钟宏位于济南的地产公司6亿元,9.5%的年利率,期限是两年,两年期限已到。 厂口显现,财新报道中曾提到,今年来往永宏连续债券违约,为再旦夕,华融在钟宏股份也有几十亿元的厂口,且没有什么抵押物。 党主,2010年,借可ST科学上市的钟宏股份,在王永宏的带领下四处出击,矿业、手游、主题乐园、影视产业员、利好层出不求。 直到2016年4月,徐祥案发,涉及到的13家上市公司中,王永宏的名字赫然在列,市场心领神会。 案件披露,徐祥与包括王永宏在内的13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和盟操纵股票交易,上市公司发布利好消息,再通过徐祥操纵股价和交易量,拉伸股价后减持套现。 2016年8月,王永宏辞去钟宏股份董事长等职务,退出董事会,这些项目最后多半骨头蛇为,军未进入收割期时,王永宏又宣布了A加三战略,钟宏股份要进军旅游地产,王永宏压住海南,并且看上了三亚豪华地产项目板山半岛。 这几回忆的收购案至今依然悬空,板山半岛是位于海南陆回头岛的一个地产开发项目,陆回头岛上丰富的土储。 邓钟宏,引以为自己今后重要的业绩支撑,王永宏启动杠杆收购,2015年9月,钟宏股份公告披露,你通过支付现金和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半山半岛开发公司路回头及其子公司新加率线,交易涉及总金额约58亿元。 这几收购案中,王永宏的交易对手,正是神秘山西富山延期,出生在山西密资大院的延期,早年间曾创办山西云长房地产公司。 2005年,延期通过自己旗下的北京新业投资有限公司,接受近海能源40%股权。 曾经的山西首富张熙明父子,合计持股57%,后来,近海能源旗下的近海煤矿,卷入百一矿全纠纷案,张熙明随后被抓,延期却从中抽身而退,延期实际上从涉入过煤矿经营,而始终是一个地产商人,从近海能源抽身的延期转投海南。 2008年,延期拿下陆回头公司,此后经过一系列运作,延期实际控制了陆回头半岛大部分可以开发的土地,成为陆回头岛岛主。 钟鸿于2015年9月启动的这次交易在一个月后宣告失败,但王永鸿并未罢休。 2017年12月,钟鸿重启对半沙半岛的收购,前一年,钟鸿子公司钟鸿永昌受了乐天津市龙基金。 市龙基金正是引入新的合伙人,中信信托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出资35亿元。 华融系同时借助其中,华融华侨和华融自贸,作为中间旗有限合伙人分别出资9亿元和6亿元。 市龙基金仅皆持有半山半岛各项目公司,最后钟鸿股份以差额补足,获得半山半岛各项目控股权。 最高额度不超过约63亿元差额补足义务,以优先级和中间旗有限合伙人使交出资额及投资期限内累计最高收益总金额计算的核基数。 蓝小鸿出事后不久,钟鸿股份发布了一则公告,天津市龙你引入的新合伙人尚未进行出资,鉴于市龙基金的合伙人变更。 你引入的新合伙人未能按照约定进行出资,该基金元股权结构保持不变,本公司无需提供差额补足义务。 王永宏究竟有没有失职控住半山半岛的项目? 几个月后,半山半岛的交易细节曝光。 王永宏曾在2017年年底,此次从上市公司划走用11.5亿现金支付给半山半岛开发公司海南新加旅业。 该底资金占公司,2016年今神迹净资产的63%,调诡的是新加旅业的股权并未变更到钟鸿股份的名下。 时隔半年后,钟鸿股份财公告表示,不存在王永宏利用该项交易,非法转移并占有61.5亿元的股权款行刑,但是交易对手无资金偿付。 公司上未能追回任何资金,且已逾7月二日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交易对手。 这一起诉事件却发生在神交所发出问询函之后,61.5亿流向了何处? 向前回溯,如果王永宏没有自自划走那61.5亿元,钟鸿的资金危局,还会早早就暴露于人钱吗? 救星? 你谈之中,危机加深,王永宏的救星们轮发登场。 被钟鸿视为2018年重要营收来源的如意道,进入了郭英城的口袋,但变卖的资产远不能堵上窟窿。 钟鸿在6月底公告,密将其所持有的全部钟鸿股份的股份感让,其与新疆首富密恩华有联系的新疆加龙。 占总股份的26.55%,但交易很快就宣告中止。 事实上,新疆加龙旅游的净资产,仅为2.85亿元,而钟鸿的债务余计规模远超这个数字。 钟鸿方面表示,交易作罢是因为,根据消关规定,上市公司引涉嫌证券期或违法犯罪,在被证监规理案调查期间,上市公司大股东部的减持股份。 今年8月,因2017年财报社区假记载问题,钟鸿股份被立案调查,无法减持股份,王永鸿又开始寻求托管。 加多宝入局的这起交易,总一开始就陷入罗生门,在钟鸿公告举加多宝等多方签署了金银托管集战物重组协议,加多宝对此迅速予以否认。 交易中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黄伟青,根据钟鸿公告,黄伟青是这笔交易中加多宝一方的代表,黄伟青同时为加多宝集团成宏到委任的首席执行官。 但在加多宝中,加多宝称从未对黄伟青先生出具任何,黄伟青同时和现任妻子刘洪文实际控制交易中,另外一方银翼资本,先看黄伟青的底,她的另一身份,是深圳市原副市长王氏的女婿贤伟。 在媒体报道中,2003年,协议一审判决获刑18年,不过,到了2015年,协议已经开始以黄伟青的名义,出资设立了银翼资本。 中宝宣布,与加多宝重组停止的同时,国资与中直系入场了,中宝股份委托苏州国后对公司实施托管经营,中泰创展同意在苏州国后实施托管经营过程中,出行给予中宝股份流动性支持,促进中宝股份回复正常生产经营。 从神秘富豪到白衣骑士在的前刻,一查又一查的人轮番与王永宏交手,而后离场,避奏香港的王永宏身边,只剩下传闻中的女性相伴。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AO。